今天的E知国股推介是港交所388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务化组减选原因 是港股冲高回落呈现大涨小回的格局 行指短线整固 密室移首21,400点的水平 国务院早前指明确支持内地企业为香港上市 今个星期突破的港交所值得跟进 港交所业务收入主要是来自证券产品交易费 交易系统使用费和上市费等 盈利水平和港股成交相关度高 港股成交方面 5月份日均成交价是1,194亿 按月升2% 按年跌2.2% 高盛预期 港股在2022年日均成交将会按年跌近2成 明年就预料回升近1.15% 去到2024年将会再创新高 港交所业务趋向多元化 除了经营股票和期货交易之外 也涉足衍生产品 有息金属期货商品交易等业务 集团上个月进一步将中港两地市场合资价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纳入互联互通产品 根据彭博总合预测 港交所今年盈利虽然按年跌4% 去到120亿 但今后三年复合年增长率 仍然达到一成 新经济股带动港股日前 重上22000点 大市成交都连日回升 推动港交所近日突破一个几月以来的华行区 策略上有货的话 继续都可以拿着 未持有的话 就建议等到340元留下级 首站先提三月份高位394元 主要大行级与其目标价平均大约是414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跌穿318元就止蝕 马蚂蚁上市 如果有新进展的话 预料都会成为港交所短期股价趋发制 这期讯息会看看 尤其就是 新参考虑的 去到新参考虑 н意大利 尊公人 参考虑 大侠 去到新参考虑 提到新参考虑 去到新参考虑 为新参考虑 现在是 现实是 市产引甲的 是 逐步 中的 都已经 感谢观看